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教授 我们知道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最早听到这声炮响的并不是毛泽东 也不是孙中山 而是另有其人 是这样吗 对 我们说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我们可以看20世纪的革命它具有了很大的不同的特点 就传播工具变了 我们如果再讲到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的时候 我们如果单单讲传播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古以来这种传播的手段 烽火台是个最早的传播手段 对 就当长城上哪一个城堕子烽火台燃起 一柱滚滚的浓烟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方向有异足的入侵 那个时候传播的距离是什么 就是目视距离 眼睛能看见知道有危险了 眼睛看不见不知道 后来又就是说传播的手段发展了 500里快马 就是驿站 一匹马接一匹马的跑 把消息一站一站的传播的速度 马蹄的速度 就马蹄的速度决定传播的速度 那么实际上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 资产阶级的革命 不管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 资产阶级大革命 实际上他们基本上还是建立在马蹄的速度之上 那么到了1865年 美国总统林肯被刺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传播的速度 就美国总统1865年在美国被刺了 那么这个消息 欧洲竟然两个多礼拜以后才知道 因为当时这种传播 就是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它是一个什么时间 就是邮轮横跨大西洋的时间 和邮轮把消息在欧洲登了岸 马车在碎石道上跑的时间 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一直到发明了电波之后 这速度不一样 19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电报电话的发明 电磁波的发现 人类通信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革 实现了利用金属导线来传递信息 甚至通过电磁波来进行无线通信 使神话中的顺风耳千里眼变成了现实 从此 人类的信息传递 可以脱离常规的视觉和听觉方式 用电信号作为新的载体 带来了一系列技术革新 开始了人类通信的新时代 美国人摩尔斯 他搞了在国会架设了 架设了这么一条线路 摩尔斯电马开始 发觉通过电信号传播消息非常有效 那么这个才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摩尔斯电马和电报的发明之后 世界上的传播改变了 也就是从摩尔斯电马之后的所有革命 包括20世纪的我们讲轰轰烈的革命 全部建立在什么呢 全建立在这种传播工具的极大的改进之上 就是以此后的政治革命 以通信工具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这些东西进入中国最初还是很难的 1876年 当时英美商人在上海修铁路 偷偷的修铁路 因为它公开不行 公开的话 当地的清政府肯定不批准 他们偷偷的说是修一条运货的道 这条道很宽 旁边要把东西让出来 然后打着这个名义 就从上海到吴松口 很短的距离 十几公里 最后修成才六公里 就修了这么短一条铁路 然后铁路修成之后 当然是周围人发现货运很方便 然后紧接着发现客运也很方便 但是清政府是不允许 他说这你是奇迹银巧之一 很快清政府出巨资 把这条铁路买过来 全部拆毁 我们可以看 我们那时候对待这种技术革命 但是科技革命 它随后跟着政治革命 这是无法抵挡 实际上最后还是接受 那么中国的第一条电报 李鸿章架设的 他是1879年 大约是摩尔斯电马 摩尔斯电报发明了 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样子 1879年 李鸿章在天津就搞了这么个东西 就从天津到唐姑 他架设了一条线路 他这条线路实际上是 他便于指挥唐姑的炮台 架设了这么多线路 这是1879年 我们国家第一次有了电报 当然这条电报 实际上李鸿章架设这条电报的线路 实际上相当于得到清政府间接的肯定了 那么到了1898年 戊虚维新的时候 清政府已经把电报肯定到什么地步了 就说圣旨是电报传的 以前圣旨就接旨 然后一宣读圣旨的话就跪倒一片 那肯定是一个黄色的绢的东西在这念 那么后来有了电报之后 清政府也发现这个问题 就电报传输很快 所以他们在这个电报在1879年 中国有了电报之后 最初他们要求是什么 就是消息可以用电报传 圣旨也可以传 但是不作为正式的东西 正式的是卷轴到了之后 这是正式的 因为没有凭据 对 后来到了1898年戊虚维新的时候 当时清政府已经正式的下了决定了 就我们说这个号令了 当时这个号令讲 就是伺候名将遇旨 均驻由电报局 就说此后 所有的圣旨 都是由电报局发布的 就不是在由什么500里快马 一级网上传的不是 人家就有法律规定了 对 而此后一开始 清政府他也尝到的这种传播工具 极大改善 利润 技术 有 无法取说 只是 请不吝点赞 将是 和 作者 有 洗 终 杀 给天津的熔路 就是直立总督熔路 发了一封电报 就是电报 电报速度很快 我们想慈禧他当初镇压户须变法 他就是用的电报 如果说慈禧当初不知道电报 不用电报 他还是用什么500里块码 起码从北京消息传到天津 你这码 你也得跑上将近一天的这个时间 那么你实际上是耽误的 你就如果耽误一天两天 熔路得到消息 然后进京再慢一些 那就是这个维新党人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成功 或者是他们能够大量的脱逃 这都有可能 但是慈禧利用了电报 电报速度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对 所以说他当时讲的 也是就发现一方面指责西方这个技术 奇迹营巧 最后也发觉这个东西 他认为要带来一系列变化 结果他最后发现 这个东西镇压革命也是很快的 确实有用 奇迹营巧还带有略带不屑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对 我们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 就是当时的传播工具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种传播工具的改变 其实它跟革命 就是我们说革命两个轮子 一个是政治理念的 一个是技术领域的 当然技术的经济领域的实际上它带有更大的推动性 更大的颠覆性 它是从基础开始的 政治从上层建筑开始 对 哲学里讲就是经济基础就在决定上层建筑 对 它推动性很巨大 我们当时还能看到 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他在1911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那是孙中山追求了多少年的这种梦寐以求的梦想 1911年 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因该年以甘之计为辛亥年 所以称为辛亥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 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基础上发生的 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 挽救民族威望 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领导这次革命的 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 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我们说当真正的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 孙中山并不知道 虽然有了电报 传播工具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孙中山不知道 就是1911年10月10号 当时的辛亥革命发生的一天 孙中山在美国 他在美国的中部西部募捐募款 他准备到东部到丹佛内带去募款 实际上10月10号这一天 在此之前 他已经收到黄兴给他发的电报了 讲了起来这么几个意思 辛军必动 辛军就是在武汉的军营里的辛军 就是武昌辛军必然要暴动了 辛军必动 请速汇款应急 就赶紧寄钱来 革命也是需要钱的 要买军火等等的事 然后请钱来主持 第一汇款 第二赶快返回来领导 主持大局 对 但是我们讲传播工具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了 但是孙中山这封电报 黄青发给他了 他当时很晚赶火车 他把电报 因为电报有密码 你要像这种革命党人在互相发电报 你被对方截获了 很要命 有密码 密码放在孙中山的行李箱里了 行李箱他实现驼运在火车上 所以他当天晚上无法破译 他发来了电报 他只是坐火车 第二天到了丹佛 下了车之后 打开了一面密码箱才可以破译 结果到丹佛的时间很晚 他当时已经知道武昌的新军要发生这样的事变了 要动了 但是孙中山我们说当时孙中山搞了多少次起义 全部失败 就在武昌起义之前 半年 就是1911年4月份 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 黄兴率120余名赶死队员直扑梁广总督署 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 广州起义 起义军浴血奋战 东奔西突 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 死难的有名可考者86人 广州革命制式收敛牺牲的同盟会会员一孩 起十二句 葬于广州郊外的黄花港 这次起义 因而也称为黄花港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 也震动了世界 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广州起义是孙中山 竭尽全力 投入很多精力 投入很多力量 组织了 孙中山刚刚经历过失败 现在黄兴来电报说是马上要起义 武昌 然后对武昌要起义 赶紧汇款 赶紧前去领导 所以孙中山后来他翻译出了这个电报 他就轻轻放一边了 他觉得怎么回复 第二天再回复 晚上很困 他还是休息了 孙中山那一觉睡得还很沉 就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 晚上很累了 睡到十一点 十一点钟 早上起来去吃早饭就餐 就餐的路上 因为国外都是看晨报的习惯 然后在就餐进入到餐厅之前买了份报纸 然后进了餐桌 展开一看 让他血液凝固的标题 标题是什么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报纸的标题 就消息传遍了世界 我们讲传播的速度 孙中山在纽约看到的 武昌首亿的第二天 孙中山看到了 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 就辛亥革命爆发 我们讲后来有人说 孙中山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受到非常大的刺激 就说后来有人传说 他当时手中拿了一杯牛奶 听见消息不由自主的 杯子掉到地上 牛奶撒了一地 杯子砸碎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 但是毫无疑问 孙中山受到极其巨大的震撼 就他搞革命 搞正造反 搞了一辈子 真正的这次成功到来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参与 而且他这个电报幸亏没发出去 他准备草拟电报发给黄新 让革命党人就稍安勿躁 别动 不到时机 不要动 现在也没有款 我也来不及回去领导 诸多机遇都不成熟 你们要等待 他认为时机没有到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到 这场辛亥革命 让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轰然踏倒 那么孙中山追求了一辈子 他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大的转折到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的问题 我就讲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量变堆积历史 质变分割历史 量变的堆积 不断的事件 不断的积累 冲突过程 但是他从量变到质变 有这样一个堆积期 当发生质变的时候 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在发生的量变 你比如说 我们一个一个的签订不平等条约 一次一次的国土被割让 这都是量变 大家都知道 都能感觉到 但是质变 真正质变点到来 1911年辛亥革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都没有感觉到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种质变 那么当一个大的质变到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的 那么就像咱们刚开始一开始讲的 毛泽东讲这个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当这一声炮响响起的时候 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 有几个人认识到 十月革命这一声炮响是震撼性的 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 俄历10月25日 在列宁和托洛斯基等人的领导下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 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声炮响之后 整个东方的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不仅在中国 在整个东方开展 那么当时呢 没有多少人知道 就是十月革命这声炮响的意义 我们查这个史料 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 我们说既不是孙中山 也不是毛泽东 而是北洋政府驻俄罗斯的公使刘靖仁 他是最先听到这声炮响的 刘靖仁呢就在十月革命这一天 就是1917年的11月7号 他当时给国内发回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呢很有意思 我这给大家念一下 他这封电报显了 就是进俄内争一列 广义派实力一章 要求操政权 主合意 并以暴动相挟制 政府利弱 镇压为难 恐便在旦夕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最近俄国内争欲裂 他说内争 越来越激烈了 他把这个革命运动看成内争很激烈 广义派实力一章 他这里面翻译有问题 广义派 布尔什维克 对 布尔什维克我们翻成多数派 孟什维克叫少数派 但是呢 他叫广义派 反正是多数派 有多种翻译法 他这翻译法也不能说错 他叫广义派 他广义派实力一章 实力越来越大 要求操政权 组合议就是 布尔什维克提出来 停止帝国主义的战争 就是俄国不能再参与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参与帝国主义的战争 列宁的口号就反对战争 那么他说 要求操政权组合议 并以暴动相挟制 他当时看出快要暴动了 那么 刘敬人向国内的政府 就当时北洋军阀政府 发挥的这封电报 这是第一封 就是中国国内收到的第一封 有关十月革命的电报 第二天 刘敬人又发了一个电报 就11月8号 实际上的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了 那天 刘敬人紧急来了个电报 他的电报讲 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 精心组织革命军事会下令 凡政府命令 非经该会核准 不得实行 左以启示夺国库 战车站 县城内各机关 尽归革命党掌握 民间尚无骚扰情势 他这个报道 我们可以看就是刘敬人这个电报 基本上讲 广义派就是布尔什维克 夺权了 控制了车站 控制了邮局 控制了政府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把国库都夺占了 现在看起来 社会好像比较安定 骚乱还没有起来 实际上他把它做一次 小小的骚乱来看待了 这是十月革命 我们讲最早传到国内的消息 包括刘敬人 包括北洋军发政府的外长 包括北洋军发政府的首领 没有一个人知道 震撼20世纪的一场大革命 正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 就是我们说的 量变堆积历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是个质变点 对 没有人认识到 北洋军发政府也没有认识到 那么呢 我们从呢 就是说当时 刘敬人传回这些电报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亲手传回的这些电报 实际上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上半夜 中国进行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对于这场斗争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福 斯大林看好的是蒋介石 共产国大部分援助和经费也都提供给了国民党 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但却没有送来武装割据 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 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人们不禁会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们说呢 从外部来看呢 其实呢 列宁斯大林 尤其是斯大林 他最初对中国革命 其实并不太看好的 从我们内部来看呢 实际上孙中山也不看好 共产党人能成多大的事情 孙中山他不相信 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 斯大林不相信 孙中山也不相信 他不相信呢 孙中山不相信呢 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就1923年 一篇著名的这个文献 孙文岳飞宣言 岳飞是苏俄老资格的革命党人 1922年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 1923年初 他与孙中山共同发表了 孙文岳飞联合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 经常引用的宣言 其中包含了孙中山 对中国革命的估计和判断 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 共产国际 以苏联利益为中心 等一系列事件 也都能从这份宣言的 字里行间中 找到痕迹 这篇宣言实际上影响中国史 近代史是重大的一篇 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岳飞当时是苏联的 就是苏联政府的 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当时兼驻华大使 他到南方 以南方政府谈判 孙中山当时是南方政府的元首 北方政府 那就是吴佩甫了 就是北洋军发的吴佩甫 他到南方政府来谈判 谈判以孙中山签署了孙岳联合宣言 孙岳联合宣言的第一条 我这给大家念念 第一条就写 孙中山博士认为 共产主义秩序 乃至苏维埃制度 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 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的建立 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然后是岳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并且进一步认为 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我们说孙中山 岳飞 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一个是共产国际 包括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人 两个人共同看法一致 中国不存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基础条件 共产主义 苏维埃制度在中国是没法搞的 那么我们说孙中山的不信 不信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 一半是出于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另一半出自他对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人的担心 全是一伙年轻人 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憧憬 这些人如果再得到苏俄的支持就不得了 如虎添翼 所以他要通过这支宣言 就是说跟岳飞苏俄驻华的大使讲清楚 你们不能支持他 你也得承认他没有存在的可能 这是孙中山的底数 那么岳飞不相信 他作为苏联驻华的权权大使 他实际上是什么 带有很大的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考虑 他倒并不是说完全不相信 他主要考虑苏联的国家利益 因为当时岳飞来华之前 比他来华 就是他以孙中山签注 孙岳两个宣言之前 他是1923年前的 1920年当时来华的一个叫维金斯基 维金斯基也是近代我们党史建立上一个重要的共产国际的人物 他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 他来华之前得到了俄共中央给他的指示 这个指示就说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 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 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就是你看这话就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 并不是说苏联要真正的在远东 在中国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无伤阶级运动 不是的 是一股牵制力量 这股牵制力量 阻止帝国主义再对苏联发生这样的进攻 在东方把帝国主义牵制住 缓解他的压力 对 战略上的考虑 所以后来大量的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这些共产国际的人员 实际上也是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少 他们大量受远东局的派遣 远东局负责东方的事务 他还往往还不是俄共中央 共产国际直接的领导 他往往是通过远东局 远东局就作为这样一个 在远东这块保持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平衡 不要让一边做大 出于这样的考虑 当时苏联还有些国家利益的考虑 当然说起来比较复杂 你比如说中东铁路的问题 中东铁路实际上我们说是清朝末年 李鸿章以俄罗斯大成密约 俄国大成密约 甲午战争战败 日本占了中国这么大的便宜 当时清王朝一致认定 日本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威胁 那么怎么对付这个威胁 就是以一致一 引入俄国人来制约日本人 李鸿章访俄的时候签署了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的签署要引入俄国人来对付日本人 那么中俄密约里就有 俄国人就提出要建立所谓 就是中国东方铁路的问题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 西至满洲里 东街隋芬河 南道旅顺口 全长2400多公里 在当时 这条贯穿国东北的T字形大铁路 名为中俄共同修筑和经营 实际上却被沙俄独占 利用铁路沿线享有的诸多特权 沙俄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大量利益 后来这个铁路建成了 使用了 俄国方面收益非常大 但是呢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宣布 放弃在华一切权利 包括中东铁路的权利 放弃 那么后来实际上呢 没有实行 就是放弃是个政治宣言 后来斯大林啊 就是俄共中央啊 他有很大的国家利益在里面 他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 就是他还是不想放弃 所以说呢 岳飞来华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到北方 以吴佩孚政府要达成协议 就要吴佩孚北洋军阀政府照顾承认 和照顾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吴佩孚态度很冷淡 然后呢 岳飞转移到南方 以孙中山联手 就是实现苏俄的以南压北的这种态势 借用孙中山的力量 然后呢 压制吴佩孚 迫使当时执政的中国政府 承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这是一个很大的底数 所以说他当时实际上把中国革命 作为一个牌 来维护他的国家利益 对 他核心利益是这个 就是说苏俄革命 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可能 它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所以说孙岳联克宣言中的 第三条第四条就有内容了 第三条第四条呢 就说呢 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 解决中东铺的纠纷 以双方实际之利益 以权益解决现行铁路管理办法 就是孙岳联克宣言之所以意义重大呢 绝不单单是说 孙中山表示 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不可能胜利 也是苏联指导的共产国际 它这个革命 由以主义为主 转向到以国家利益为主 孙中山不相信 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 斯大林也不信 斯大林也不相信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 如果离开了国民党人 是不行的 斯大林 所以他当时讲 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 我们就是在 俄共中央的 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下 所进行的 斯大林就讲 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否则你们难以发展 斯大林不相信 当然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共产党能不能独立 能不能有自己的红色政权 斯大林认为不行 你离开了不行 当然后来 斯大林因为大革命失败 他改变了 改变了 他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 要求中共中央迅速建立 多少多少个师的武装 迅速武装工农 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能了 因为你苏联的援助 你的枪支弹药全给了黄埔军校了 全给了北伐大军了 你给党是很有钱的 没有给武装 你那种武装来不及了 斯大林他也不相信 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都认为不行 毛泽东说行 毛泽东这篇文章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讲是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我们现在可以看 就是说毛泉里面 你从毛泉四卷 很多名篇 我们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论持久战 实践论 矛盾论等等 都是毛泽东思想中的 经久不息的名篇 但是我觉得呢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其实这篇的分量非常大 当然我们觉得呢 就现在对他的评价呢 还没有达到这篇文章 他应该达到的这个高度 他实际上 毛泽东的这篇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他是最根本的揭示了 在中国发生革命 为什么有着可能 为什么有着可能 为什么能够做下去 为什么能够成功 最根本的回答这个 我为什么对这篇文章 印象特别深呢 当初的一个 我脑中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 共产党人 为什么能搞成这个革命 1921年建党 50多名党员 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 1927年建军 就那么点部队 南昌起义 最后剩下残兵800人 1949年 22年之后 中山风雨 起仓皇 要百万雄狮 过大江 就这种气势 为什么这个党 当初这么有力量 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给我置身的印象 我当时就觉得 共产党当时真是一只 生机勃勃的 非常有力的真老虎 他的真老虎 真的哪里 实事求是 我说你看 毛泽东怎么讲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关键性的理由 第一条是什么 毛泽东讲的 第一条 就是什么呢 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就是军阀混战 这是中国红色政权 能够存在的 最根本的一条 我觉得你看 毛泽东当时 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 当时那种 咄咄逼人的真老虎 那种撕裂 那种考虑 就完全从中国革命 的现实出发 他在第一条里写 毛泽东讲 一国之内 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 或若干小块 红色政权的区域 长期的存在 这是世界各国 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歧视的发生 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 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第一条就是 它的发生 不可能在任何 帝国主义的国家 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 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必然是在帝国主义 间接统治的 经济落后的 半殖民地的中国 因为这种奇怪现象 必定会出现 另外一奇怪现象 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革命只有在 帝国主义也好 资本主义也好 然后各种各样的主义也好 它的那个链条中 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发生 毛泽东看见这个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是最薄弱的环节 那么中国最薄弱的环节什么呢 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这是中国的红色政权 能够存在的一个最首要的条件 毛泽东讲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看他把在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红军的存在 它列为第四条 就第一条 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第二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 革命形势影响过的地区 北伐经过的地区 容易发生革命 第三条 全国形势的发展 全国这种形势发展 第四条 有一支正规红军 第五条 党组织健全 少犯错误 那么他列了这五条 就是武装力量放在第四条 虽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是呢 我们讲呢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是什么样的枪杆子 得到正确指引的枪杆 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 我们可以看 蒋介石的枪杆子少 蒋介石玩枪杆的技巧 比共产党人 其实枪杆子不知道 比我们多多少 他玩枪杆子的技巧 不知道比我们高多少 但是 蒋介石 支政权 他把政权给丢了 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特质 对中国社会的特质这种认识 所以说我们从这点里面可以看 就是毛泽东这种伟大 是从1928年10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篇就奠定了 我们说伟人 从这我讲了伟人 伟人之所以伟大 他这种历史自觉 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他表现出非常大的历史自觉 历史 对 这种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的自觉呢 首先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判断 这种规律把握 第二个 绝不仅仅是被动的把握规律 认识方向 对社会发展方 社会发展 对发展前景的主动的营造 就人是主观的 人是可以变 你是可以营造的 那么就像这点 就像我们经常讲到一样 你说社会规律 与自然规律 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很大的不同 自然规律 早上太阳起 晚上太阳落 你不管你起不起床 太阳都要起来 对 不管你睡不睡觉 太阳都要落下去 它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社会规律呢 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你说完话 你就躺在床上睡觉 你不去奋斗 它永远都胜利不了 就社会规律带有什么 很大的主观能动性 就是它必须经过人的积极主动努力 流血奋斗 牺牲去实现 它跟自然规律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自觉性的 在绝不单单是认识规律 服从规律一个被动 它还有一个对前景的主动的营造 毛泽东在这体验出 对前景非常大的主动的营造 如果它不开辟农村包围城市 那么我们所有的社会规律 所有的领袖接受的道路 没有这条道路 那么这是一种很大的历史自觉 就对历史的规律 把握的基础之上 这种主动的营造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讲 也不是说中国的红色政权 可以存在 它就能够存在的 认识到它具备存在的条件 然后这种努力 这种奋斗 最后 使这种设想变为可能 最后变为现实 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 我们才可以说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出了一个 就非同寻常的人物 这个人物并不是说 他是一个出神入化的 并不是说他是个天神下凡 他是个什么呢 他也是个普通人 我们后面还讲到 他也犯过错误 甚至犯过很多的错误 在指挥打仗上都犯过错误 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历史自觉 党内无人企计 中国社会当时无人企计 蒋介石也做不到这样的历史自觉 孙中山也没有 我们说孙中山 在孙岳宣言中讲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讲今天存在了 孙中山 毛泽东 两个人的像 隔着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遥遥相望 但是我觉得 如果孙中山在九天之上得知 中国正在走这样一条道路 2050完成民族复兴的这条道路 他也会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和这一选择的成功感到欣然的 因为我们也是完成了他这种未尽的事业 对 他也会感到欣然的 那么从这点里面还可以看到 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路 但是殊途同归 我们共同完成的 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然我在这儿讲到就这种选择 我们完成了吗 就是说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要在新一代共产党人的这种 努力奋斗之中 还要一次一次的被问出来 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 1991年的苏联解体 那当时全世界 你从美国来看 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列为一个 什么像今天来看 美国认为中国今天是他的战略对手 当时不认为是什么战略对手 他认为中国迟早要夸台 他们没有想到1992的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他们没有想到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新的一轮改革开放 中国新一轮国力增长 高速增长开始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 先后视察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 他说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似一股和煦的春风 迅速吹遍了祖国大地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大潮 由此展开 我们说从这点里面可以看 小平同志 具有那种巨大的历史自觉 同样是历史自觉 就是毛泽东同志这种历史自觉 邓小平同志这种历史自觉 92南巡讲话 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始之后 然后到了 二就是世纪之交 1999 2000 2001 你看我们面临那么多问题 包括国有企业改造问题 包括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问题 再加上大使馆备战 再加上李登辉提出两国论 当时那种局面 2000美籍华人张家敦写了本书 叫中国即将崩溃 他判断中国在五年之内崩溃 他说中国的崩溃 对 从金融制度开始 然后经济 然后政治 全面崩溃 2005年 就2005年 当然2002年 他在香港发表演说 他又认为 又把中国的崩溃推迟了五年 他说 2005早了 2010崩溃 现在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 有人说吗 没有人说了 就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继续秉持 就是我们说这种历史自觉 我们提出要抓紧 新世纪发展的战略记忆期 加快中国的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 我们从这点里面可以看 同样是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个问题 我们还在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说这个问题 已经被毛泽东同志 已经彻底的解决了 我们今天还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今后 还将不断的面临这个问题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它既是个历史的命题 它也是个现实的命题 我们很多人讲 毛泽东同志 1928年 10月份写的这个书 那到今天来看 已经80多年了 将近一个世纪了 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 我们实际上看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它既是历史的 也是现实的 每当我们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都要被提出来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结束的时候 当时也是个 很严峻的考验 当时文革 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讲 国民经济达到了 崩溃的边缘 我们当时讲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按照我们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革结束的时候 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实际上 我们政治生活 和这种社会生活 也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 那种危机是全面的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同时也同时提出来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到底能不能存在 那么回答是什么呢 是 就是我们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 开始的 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 把马克思忠义的 普遍争理 同外国的局的时机 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现在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终结 长期历史经验 得出的基本节能 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回答 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怎么样存在 怎么样能够把它存在下去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回答 我觉得小平同志讲的话 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太慢 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讲这是小平同志的历史自觉 就是当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年代 表现出那种极大的历史自觉 引领中国革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以来 小平同志也是这样 秉承着一个一个的历史自觉 我们改革开放也不是很顺利的 也是走过弯路的 也是吃过亏的 也可以说是摔过胶的 摸着石头过河 也是这样 对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么我们再说 我们可以看 可能这个命题是存在的 每一代共产党人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 你都要回答这个命题 为什么中国的红色政权 就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们讲 我们今天一个回答 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包括我们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回答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怎样存在 就是我们的怎样发展的问题 包括在汶川地震之后 汶川地震之后 我们全社会的这种动员 对汶川地震灾区的民众的救援 感动了全中国人 我觉得感动了世界上大多数 这引用法国世界报的一篇评论 他这篇评论的标题叫 中国新的社会契约 他在文章中说 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 都会有共产党垮台的预言 垮台论预言家没有看到的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 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可塑性 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 自我批评 以及不断考察国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 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 而且还具有以民众达成一种 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 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 两根支柱 我觉得他这里面一个评价最高的是什么 这句话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 全球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可塑性 可塑性 他的变化 他的适应 这种可塑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历史的自觉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就是我们从今天来看 我们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觉得 可以说一步一步的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 第一代领导人 他们已交上了优异的答卷 第二代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交上了很好的答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世世代代的存在下去 世世代代的要问下去 而它也成为我们调整发展改革 推动我们改革 推动我们革新 就是说按照法国的报纸评论 推动共产党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可塑性 对 就是我们这种历史自觉 它有个强大的动力 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每一代领导人的历史自觉 对 这个问题在今后还会出现 因为我们还会有困难 我们甚至可能还有很大的困难 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的用我们的行动 不断的用我们的成绩 不断的用我们的信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努力的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只有回答好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能不断的获得发展 不断的获得进步 看来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可以存在下去 这不仅仅是1949 这样一个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 之前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还是中国在向着未来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要不断去回答和证明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种很深刻的认识 好 感谢金教授的讲解 也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讲述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领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精彩解读国际背景下的 中国革命光辉历程 运用战略思维 战略意识 评点那段辉煌的历程 感谢观看